国际音标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学的KK音标吗? 而语言学家在研究记录语言的时候,都是怎么记下发音呢? 应该不会是附一代对录音连结在论文里面吧? 之前不知道在哪里看过一则网友留言,说台湾不应该叫KK音标,应该叫国际音标才对。 我看完觉得蛮好笑,如果我没有误会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没有学过国际音标。 我们就来看一下国际音标实际上到底长怎样。 看到这些表,你还确定改叫国际音标有比较好吗? 不过单论英文里面会出现的音的话,KK音标里面的音标,跟国际音标里面的已经是差不多了,只有几个地方比较不一样而已。 KK音标只能标英文里面有出现的发音,而国际音标的设计只是希望有一套共通的音标,能够用来标出世界上大部分的语言的发音。 我们这里说的国际音标,英文叫做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通常直接简称IPA。 学习国际音标有什么好处呢?除了学者可以当作沟通的工具外,一般人在学新外语的时候,也能有一个新的工具,可以用科学一点的方法来理解发音。 而不是只能说,念起来像注音符号的哪个音,或者是听录音听半天,却掌握不到人家到底是怎么发出这个音。 就像英文的A跟蝴蝶音A,你可能听半天还是觉得很像,别人也不一定能够形容到底操在哪里。 另外,演员也可以学习国际音标,在扮演不同地区不同口音的人的时候,也可以更有方法掌握细微的差异。 但实际上要教的话,在大学里语音学可以教一整个学期,所以在这里只能超简略地介绍一下大概而已,有兴趣的人再自己去研究。 想了解国际音标,我们可以到国际音标这个维基百科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表分好几个部分。 首先是紫音,或称为辅音。 我们可以点有声国际音标肺部气流音表,这个连接进来,这样可以方便我们听每个符号的发音。 我们可以看到密密麻麻好像很恐怖的符号,但它基本上是用紫音发音的三个特色来分类的。 右上角这边是你用口腔的哪个区域来发音。 左边这边则是,你要用哪一种方法来发出这个声音。 然后在同一个格子里,还有分这个音是有声子音还是无声子音。 这个表虽然很复杂,但我也不会全部都记下来。 我们可以先从我们已经认识的几个音开始就好了。 嗯是双唇鼻音,就是双唇闭起来时发出的鼻音。 嗯。 按这个播放图示,就可以听到它的示范。 骂,阿骂。 你可以听到它示范的两种情形。 第一个骂,就是表示,这个音后面加上阿的时候听起来是怎样。 第二个,阿骂,就是表示,这个音前后都有母音阿的时候听起来是怎样。 接着,双唇色音。 之前我们有做过一集,国语梅卓音。 里面有简单说过,色音就是口腔里某个部位先闭住, 然后再一口气释放出来所发出的声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P跟B的分类是双唇色音。 然后P在左边,代表它是无声子音。 B在右边,代表它是有声子音。 有声跟无声的差别,可以参考刚刚说过的国语梅卓音那集。 再来是唇齿音,就是嘴唇跟牙齿一起发出的声音。 这排我们认识的应该就是F跟V。 然后我们看到它是属于差音,表示它是像F、V、S、Z这种气流通过狭窄通道时造成的声音。 然后比较大声,高频率的,就叫做有丝差音,否则就叫无丝差音。 接下来舌唇音比较少见,但就是用舌头跟上嘴唇来发音。 大家可以听一下它的发音感受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下解剖学。 大家可以一边看,一边用自己的舌头到处舔舔看。 首先,上面这边就是我们的牙齦,也就是所谓的齿齦。 后面一点点就是牙齦后面,齿齦后部。 在后面这块有一块比较硬的区域,叫做硬饿。 更后面软软的地方就叫软饿。 接下来这里有一条小小的锤下来的,就是玄庸锤,俗称小舌。 再下来就是烟枪、慧燕,跟声门,也就是两片声带中间的开口。 回到棚内,再来齿音,就是牙齿跟舌头发出来的音。 像是这里我们认识的,英文里面的thank you,跟father, 里面的th跟v,就是齿擦音。 再来,齿音音,就是用舌头跟牙齦来发音。 例如,嗯,就是舌头放在牙齦上发出来的鼻音。 t,的,是用舌头跟牙齦来发出色音。 然后色擦音,就是一开始像色音一样塞住, 然后放开时发出像擦音的音。 像是这个z,就是我们国语的z。 再来,z,就是有声版的z。 例如,太阳的台语,zitthao。 台湾主要有zitthao跟liththao两种念法, 其中的jit就是读作zit。 z,z,是刚刚说过的擦音。 再来,齿音,静音,就是舌头跟牙齦接近, 但又没有到擦音那么近,所发出来的声音。 齿音,静音,就是英文里面的r。 只不过,虽然KK音标里面是写作r, 但国际音标里面是用倒过来的r来表示。 再来,齿音,闪音,就是舌头碰一下牙齦就放开。 例如,英文里面little。 音式的发音是原本的t音,little, 但美式的发音则是little。 舌头碰一下就放开,little,little。 接下来,站音,假如是双唇站音, 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会玩, 嘴唇轻轻闭着的时候吐气, 嘴唇就会震动的音。 同样道理, 这个看起来像英文r的符号, 齿音,站音, 就是舌头轻轻放在牙齦上, 然后吐气让舌头震动。 最有名的就是意大利文跟西班牙文的r的发音。 还有日文里面要耍流氓的时候, 好像都很爱把拉航的字改用战音念,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觉得意大利人说话很流氓。 他这里的hotel跟korea他都念站音,hotel,korea。 再来,lwrrmmyr是齿音边震音, 就是有�ers音跟边音的性质, 然后边音是气流从舌头两边通过, 而不是从舌头中间通过的意思, 所以发音方法就是舌尖放在牙龈上, 然后直接发出声音 就是我们KK音标里面学过的 也是KK音标里面就有的 法文的bonjour的J也不是英文里面的J 而是J 没有前面色音的那种爆破的感觉 接下来的卷舌音英文里面没有 但很明显国语里面会有 无声的卷舌有丝色差音J 就是国语里面的J 有丝差音J 就是诗 音二音就是前音二音 有丝色差音J 就是国语的J 有丝差音S 就是C 音二的音比较少见 我们先来看看软二的鼻音 就是Sing 里面Sing 里面的鼻音 那我们再回头来看看音二的鼻音 其实就是很像软二的鼻音 只是舌头接触的地方在前面一点点 什么语言里面会出现呢 就是客家话里面 拼写作NG的音 例如我的客家话就叫 再来应二进音 就是英文里面U的子音 乙就是舌头接近应二时发出的声音 接着回到软二 软二的色音就是K跟G 差音H 这是国语的H 然后刚刚说的这些子音 越靠近口腔后面的音 就会慢慢偏向用舌根跟口腔上面接触来发音 像是K 就不可能是用舌尖来发音 小舌的音里面 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法文里面的R音 也就是小舌的X音 K 像是你好就念作Murr 虽然平常最后的R不会念那么大声 但它就是气流在小舌的位置摩擦的声音 另外 出现在无声子音旁边或在字尾的时候 也可能念作无声的小舌擦音 K 然后有的人不是念擦音 而是念小舌占音 K 烟布跟慧烟的音我比较没有接触到 这里就先不介绍 声门的音里面最简单的就是声门的擦音 其实就是喝气的音 也就是 K 要注意的是 它跟国语的喝其实不太一样 英文的hello 其实就是喉咙放松 直接念 hello hello 不是hello 气流摩擦的位置不太一样 再来还有一个特别的音 就是声门的色音 这个长得很像问号的符号 它会出现在哪里呢 例如 大安 你拼音如果这样写 念起来就会是拉长音的 Done 实际上我们念安 这种没有声母的字词 前面会自动加一个声门色音 大安 也就是声门闭起来又打开的动作 这个声音其实听不到 但会影响前后的母音 英文里面的例子则是 O O 就可以写作 O O 再用刚刚那些分类的方法去推理就好了 例如我们看到这个音 我们要怎么知道它怎么念呢 从它在表里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出它是 无声 双唇 擦音 因为是双唇音 我们就知道要用两个嘴唇来发音 然后因为是擦音 而且 这个音就在旁边 我们就知道 其实它念起来跟 很接近 只是F 是用嘴唇跟牙齿 这个音则是改用两片嘴唇 然后因为是无声的音 我们就可以知道 念的时候声带不要震动 所以念出来就是 F的音 像是用嘴唇吹气的音 这个音其实就是日文 F的标准念法 像是这里的Futari F就是用嘴唇念 而不是用牙齿 接下来我们来到原音 也就是母音 我们可以点到有声国际音标 原音表这个页面 基本上母音的这个表 就是在分类发音的时候 舌头是靠前还是后 还有口腔是比较开还是比较闭起来的 所以最中间的这个音 就是嘴巴打开时 最放松最中间的音 怎么念呢 呃 没错 就是念作 呃 这个符号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叫做 Swar 而我们念 Y的时候 舌头最靠前面 而且嘴巴最闭合 所以它是画在表中 偏前 偏闭合的位置 然后这个位置同样分左右两边 Y的右边这个符号 代表它是同样的发音位置 但是嘴唇要圆起来的音 称为圆唇音 所以你可以试试 念Y的时候 把嘴唇圆起来 Y 没错 你就会得到 Y的音 然后这个表的右上角 是W的音 为什么会说它是属于后面的音呢 以前修语言学的时候 老师特地每个人发了一根棒棒糖 建议你现在也去买一根 然后含出棒棒糖 然后念英文的 Yu 你就可以明显感觉到 棒棒糖从口腔前面 被拉到口腔后面 但是口腔张开的程度没有变 然后因为念悟的时候 我们嘴唇会变圆 所以悟这个音是属于 B 后圆唇的母音 接着我们把嘴巴张到最大 就会得到 R的音 然后根据你舌头紧绷的部位 偏前或偏后 就可以得到 R或R的音 假如你念R的时候 把嘴唇变圆 就会得到英国腔的 R Harrie Porter You're Harry Porter I'm Hermione Granger 如此一来我们就知道最中间的母音跟四个角落的音怎么念了 其他的音就要使用数学里面的内插法了 像是在念Yi的时候 嘴巴张大一点就会得到Ae 再大一点就会得到Ae 在A跟R中间的音就是R 你可以从E慢慢滑到R慢慢感觉哪个位置比较像你想要的那个音 同样的你可以从U开始慢慢打开嘴巴 再来从E慢慢滑到R就会得到I Hit的I 从U慢慢滑到R就会得到R Hut的R 另外要注意的是 KK音标里面Face这个字写作 但国际音标里面是这样写 因为它其实是两个母音所构成 Face 同样的 KK音标里面的O 在国际音标里面要写作O 就跟子音的表一样 你知道分类方法以后 你要学你没学过的音 就会比较知道怎么类推 例如你要学法文 听到这两个音 两个母音你直接用听的可能觉得都差不多 不一定确定怎么念 但你看这张表就知道 其实R就是圆唇的时候念R R R就是圆唇的时候念R R R 还有粤语的它 KK 它的母音R 的R 从表里也看得出来 它大概就是接近R的音 然后再圆唇 R R 然后马上念Y 就会是R的音了 KK 另外你的观察力可能也会变好 例如日文里面拼音U结尾的音 你注意听就知道 它其实是没有圆唇的 所以SU不应该念作 SU 而是不圆唇的S S S 辨音符号就是一些可以加在子音或母音上面的符号 做一些补充说明 改变它们的发音 例如在一个子音下面加这个符号 就代表这个子音本身自成一个音节 例如BUTTON 写作 就表示 在它前面的BUT後面 要再多一个独立音节的N 念起来就像BUTTON BUTTON 还有台语里面大家说的母汤 实际上写作M汤 它的M 音标就是写作M 还有黄写作M 都是自成一个音节的子音 还有这个符号 在子音右上角加一个H 就代表念色音的时候要送气 像我们之前在国语梅卓音那集说过 音标里面的T 其实念的是不送气的T 假如你要的是注音符号的T 所以要写作T 而这个符号表示念色音的时候 最后不发出爆破的音 例如LIP 可以念作LIP 也可以念作LIP 直接把嘴唇闭起来LIP 最后就不会听到那个爆破的P 但是还是可以感觉得到最后嘴唇有收起来的感觉 台语所谓的入声字其实也是 台语所谓的入声字其实也是 我们之前在イジロイラン 为什么不是念イロ这一集 有介绍过 独立这两个字念作DOKLIP 它的两个字的结尾都是没有爆破的音 O YIP DOKLIP 再来鼻音话 表示这个音在念的时候要加上鼻音 例如台语的GAN 台语罗马字写作GUN 它后面的两个N 表示前面的母音要加鼻音 还有SAN 念作SAN 或SAN 也都要有鼻音 还有法文的你好 BONRU 前面的BON不是念BON 而是在念O的时候加上鼻音 BON BON 接下来这个R话音 就是表示念的时候要卷舌 像是KK音标里面看到的ER 其实就是刚刚看到的ER 加上这个符号 变卷舌的ER ER 就是比ER 还要再开一点的ER 加上这个符号 变成比ER 更开一点的ER 然后在超音段这一区 是用来描述重音 长音 声调之类的符号 像是重音 次重音 我们在KK音标都看过了 再来我们用这个符号 来表示长音 例如SEAT 这个字 在KK音标中 我们写作SEAT 但在国际音标中 我们这样写 来表达这个E 要念的比较长 再来声调符号 主要是用在中文之类的声调语言 我们简单把声调分成五个音高 你可以想做Doremi Faso之类的五阶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五个音高的变化 来表现出音调 像是一声的MA 就是持续的最高音 MA 二声MA 就是从中音滑到最高音 MA 三声MA 完整念的话 是从次低音向下滑到最低音 再往上滑到次高音 MA 但我们台湾通常只会念前半段下滑的部分 所以也可以写作MA 第四声MA 就是从最高音滑到最低音 MA 我们之前的影片 台语联读编调里面 介绍过台语的声调 你可以看到它的图后面有像五线谱的线 也是这个五个音高的概念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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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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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6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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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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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再來雙唇的Click,就是像親吻的時候的音 還有牙齒的Click,就是你在嘖嘖的時候發出來的音 再來內爆音,越南語裡面有 就是念色音的時候有點像打嗝一樣猴頭下降 所以念的時候會有一些氣流往口腔裡面流 非肺部音的音相對來說真的比較少見 其實我也不是很了解,就只能這樣簡單介紹一下 最後總結一下 國際音標其實只是個發音的分類 就像樂譜一樣,譜上告訴你這裡要滑音 但實際上要滑多快,吉他推弦怎麼推之類的 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用符號涵蓋 實際上更細的話,可能還是會需要其他方法 例如,國語梅濁音那集說到的VOT 就可以用比較素質的方法 來描述你說的濁音有多濁之類的 像這張圖裡,就比較了不同語言裡的色音的VOT 從這張圖可以看出,法文的B超濁 英文的B跟法文的P差不多 同樣的,不同語言裡母音的位置可能也不太一樣 像是你在維基百科中不同語言的條目裡 可能可以找到像這樣的圖 這兩張圖就分別顯示出標準英國槍跟美國槍 各自的母音分布 你可以看到上面這些符號 都不在標準IPA的母音圖原本的位置上 可以看出這兩個槍有哪裡不同 像這樣的圖,也都是從錄音的頻譜中分析而來 總之,雖然國際音標只是個發音的基本分類 但它還是可以讓學者或一般的語言學習者 有一個很好的基準 可以去溝通描述發音 值得對語言有興趣的人好好學習 這裡介紹的真的非常簡略 有興趣的人歡迎看看說明欄 我會附上更多資訊喔 為了做這個影片,我找了好多資料 還狂翻我以前的語言學課本 好啦,那今天這集就先這樣囉 嘯嘯 我是鍵盤語言學家 我們的頻道會介紹各種台語、日語、英語、廣東話 還有各種關於語言學的小知識 歡迎到我們Facebook粉絲塊按讚、訂閱頻道 還有分享我們的影片給您喜歡英語、日語、台語、廣東話 或喜歡學習各種語言的朋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